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人只是在博物馆里 第一次见到它的模样 我们有机会接到拍摄 这个神秘动物的任务 得以在动物学家的带领下 踏上为时一年的 岩阳探秘之旅 在我国 岩阳主要生活在西部园地区 是少数几种 能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 生命禁区生存的哺乳动物 碰巧的花 在这里还能看到马鹿 野驴 藏原灵 这些高原珍稀动物 动物学家告诉我们 岩阳在这个极度缺氧 食物匮乏 环境恶劣的高原上 已经繁衍生息了数百万年 宁夏第一高山 赫兰山 是全球沿阳分布密度 最高的地方 也是我们这支探秘队伍的 大本营 赫兰山 平均海拔在两千米以上 怪是凌寻 雅骨险峻 风乱重叠 巍峨壮观 古诗赞美他 赫兰之山五百里 几目长空 高插天 断风一里 烟云库 古塞微芒 自翠莲 盐阳 是典型的高山动物 主要栖息在高原地区 裸露的岩石 和山谷之间的草地上 在动物世界 盐阳堪称 飞檐走壁的高手 哪怕是在笔直的绝壁上 盐阳也能吉步如飞 纵身一跳 就能达到两三米远 古时候 赫兰山是北方少数民族 瞩目游猎的地方 几千年来 当地先民 在这里留下了 难以计数的岩画 其中就有很多 以岩阳为题材的作品 这幅画表现了猎人狩猎的场面 把猎货的动物圈养起来 这里画了一个人的手掌 手掌四周有很多动物 表示它拥有着许多财富 而盐阳却拒绝了人类的寻扬 依然选择了赫兰山笔直的巧壁 在这里无拘无数的生活 古人把这个故事留在岩石上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可以见到 当年图画中刻画的壮观场面 然而 获得自由的盐阳 终究要付出代价 此后 他们所面对的 除了这样横空出世的山石绝壁 就是这些蒙发在石缝里 稀疏的植被 幸运的是 盐阳把生命托付给赫兰山 同样 赫兰山也给盐阳提供了有力的庇护 他们的毛皮与大山的颜色融为一体 起到天然保护色的作用 注意看 是不是很难发现它 从近处看 公羊提格建树 头上的脚大约有六十公分长 母羊提形偏小 头上的脚只有二十公分左右 看上去 盐阳的这对脚好像很有杀伤力 然而一旦遇上天敌追捕 并不能起到放生的作用 它唯一的逃生方式 就是选择迅速远离显地躲避起来 盐阳中年生活在坚硬的岩石上 为了方便在岩石上行走奔跑 他们的脚趾也渐渐适应了这个特殊的环境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盐阳脚趾的构造 盐阳的脚趾长得小而尖 能够像钉子一样嵌在石缝中 脚趾的底部凹凸不平 像一块防滑的垫子 可以增加摩擦力 在从高处掉下时 又能起到缓冲作用 我们在贺兰山深处 跟踪拍摄了一个盐阳的群体 清晨和黄昏 是盐阳活动的高峰世界 我们常常一早起来 悄悄地进入 实现预备好的隐蔽位置 盐阳是集群活动的动物 冬天通常是一只母羊 带着一只小羊生活 公羊这时候参合在羊群里 另有图谋 食草动物都是这般小心谨慎 哪怕是顶着漫天大雪 它们都不会擅自行动 耐心地等待头羊的信号 经过一番查看 头羊觉得周围没有危险的迹象 于是召唤同伴赶紧下山 迅速来到觅食的地方 此刻山里的气温已降到零下18摄氏度 涌泉不停地喷出 才留下这一小片水面 寒冬季节 赫兰山植物数量急剧减少 质量也降到最低点 在大风和积雪里寻找食物 加速了盐羊能量的消耗 这样就迫使盐羊将白天大部分时间 用来取食 这个季节是盐羊的交配期 公羊们一边吃草 一边在羊群中间物色 正处在发情期的母羊 公羊以肢体向母羊发出求偶的信号 但这只母羊专心进食 对他不予理会 公羊没有放弃 继续纠缠在母羊后面 渐渐离开了羊区 空中飞舞的雪花 遮挡了公羊的视线 不一会儿 母羊就不见了踪影 这个结果让公羊十分懊恼 他决定继续往远处搜寻而去 公羊孜孜不倦地求偶行为 不经意引起了其他成员的误解 他们看到公羊急速地离开羊群 以为投羊发出了撤退的指令 慌忙地跟上去 越过公路 返回到山上 即使在这样慌乱的情况下 羊群撤离的队形 仍然保持不乱 负责断后的羊羊 在查看没有同伴调队以后 也急忙跟上了大部队 下了几天的大雪 天终于放晴 不远处的山坡上 正在发生一场求偶大战 不时可以看到 公羊追着牡羊在山坡上飞跑 公羊追逐了许久 眼看就要得手 突然发现有竞争对手 飞奔过来抢亲 于是迎起场面一片混乱 虽然公羊争取到 与牡羊独处的机会 但求偶的过程 还会十分漫长 公羊跟在后面 一边耐心地等待 一边观察牡羊的状态 判断 他是不是愿意接纳 看来这一对 好像已经情投意合 一个多小时之后 公羊终于获得成功 不久 新一代炎羊将会在这里出生 成为这个群体的新生力量 春天公路边的白羊树绿了 我们再次来到荷兰山 此时大片的灰鱼树上 长满了嫩叶 这是炎羊喜爱的美食 山坡上野枸杞 丁香小柜花红叶绿参差不及 这天傍晚我们在山顶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羊群 判断他们第二天一早可能会下山喝水 我们就在水源附近搭帐碰宿营 同行的专家建议 明天一早我们先登上山顶 一来不惊扰炎羊 二来可以居高临下拍摄 视野会更开阔 深山里没有大路可走 我们只能顺着炎羊踏出的小道 往山上攀登 刚到山顶就有人发现了正准备下山的羊群 探路的炎羊小心翼翼地站在高坡上四下瞭望 没有发现异常的状况 炎羊接到平安无事的消息 从山后鱼灌而出 渐渐地向我们尽头的方向走来 这个季节 赫兰山植被难以保证炎羊对水分的需求 因此炎羊天爱距离水源更近的地方寻找食物 这个小池塘是方圆好几公里范围唯一的水源 也可能是肉食动物场来饮水的地方 做好警戒工作很有必要 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 炎羊之间合作互助 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生存模式 这也是炎羊之所以要集群活动的重要意义之一 最低限度 几十只炎羊就有几十双眼睛 更容易发现潜在的危险 一只狐狸也到池塘里喝水 正在对面喝水的炎羊 察觉到附近有危险 悄悄地离开了 石草动物对周围的动静十分敏感 此时气氛十分紧张 哨兵及时发出了警报 听到暴警声 羊群毫不容易 第一时间往山上奔跑而去 据动物学家研究 炎羊的植骨相对比较差 肌肉和植骨附着在一起的结构 形成了速度杠杆 根据这个原理 它肌肉收缩一厘米 可以使身体移动十厘米 甚至更多一些 所以一旦在岩石上奔跑起来 速度非常快 当它们事先发现 有食肉动物要捕食它的时候 便开始奔跑 只要达到它最佳速度 食肉动物就很难追上它 可是 烟羊也有一个致命的坏习惯 遇到危险时 它们不顾一切 只知道拼命往前跑 可当它们好不容易奔跑到山顶 与捕食它的动物 拉开很长的距离后 往往要停下脚步 回头想看清楚 究竟是谁在追它 在还没有进猎的时候 这个姿势就容易给猎人提供了 瞄准射击的最佳时机 如今 盐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禁止猎杀 在盐阳的栖息地 天敌的数量也大大的减少 盐阳的安全 已经不是头等大事 看来 它们可以尽管去享受 大自然提供的食物 也可以像这样 吃饱喝足 尽情地玩耍 大嬉闹 可是过了不多久 问题就出来了 盐阳慢慢地发现 原来只要一抬头 一张嘴就能吃到的那些嫩液 越来越少了 再要想吃到它 就没那么容易了 看得到吃不到 更让这只盐阳感到十分的沮丧 它尽管伸长了脖子 还是很难够找树上的嫩液 它开始在树下尝试 这种它不擅长的进食方式 几次失败之后 它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想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努力 可是地上的这些枯草 实在勾引不起它的食欲 思考再三 决定在树下换一个位置 再试试运气 这一次它成功地用钳直搭上了枝条 为了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岩阳慢慢地训练出很多特殊的进食方法 以高人胆大 在悬崖边上 它们能够这样看出身子 即使在这样危险的崖壁上 它们也敢站立起来 像这样边跳边吃的 还真难得一见 大山里经常会发生一些不测事件 正当我们紧张地拍摄谁 忽然听到山上传来巨大的笼笼声 原来是山上的石头松洞从山顶飞滚下来 尽头里的艳阳武子慌不择路匆忙逃去 我们很担心 那只正站立在崖壁上的艳阳 可它却稳稳地落下来 嘴里还咬着没吃完的树叶 有经验的艳阳赶紧把身体缩回山东里 有的带着同伴赶快躲到这种像屋檐的岩石下面 非是落下来砸不到这里 落石的声响消失以后 它还不放心 紧贴着岩石慢慢地前行 发现危险确实已经过去 再慢慢地离去 沉没下处是岩阳产子的季节 我们感到岩阳经常出没的地方 在山顶上等待它们 在一处山坳里 我们终于看见一只正在吃奶的小羊 沿阳出生时刚好是一年当中 食物最丰盛的季节 由于大多数母羊 每胎之产一只小羊 羊羔能够独享妈妈的精心照料 所以存活率较高 羊羊群里有了调皮的小羊羔 顿时增加了不少生气 幼年盐羊 面旁温和可爱 头上的脚非常短 几乎看不到 小羊出生不久 身体比较虚弱 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 小羊有妈妈的奶水补充营养 花在枝草上的时间不多 闲着无事 就找同龄的伙伴一起玩耍 要不就缠在妈妈身边 一只金雕从远处飞来 这是小羊羔高的天地 小羊警觉地站立起来 等到金雕再次俯冲的时候 羊群已经开始奔跑躲避 据动物学家观察 小羊羊在出生十五天之后 就能够在悬崖上盼登 小羊紧跟着妈妈 害怕走丢了 欢乱中也有母子走散了 这让妈妈十分着急 小羊听到妈妈的呼唤声 可是辨别不出妈妈所在的位置 妈妈尽可能地往小羊的方向靠近 小羊群 小羊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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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经过这一番惊吓 妈妈再也不敢让小杨离开她的视线 可不多一会儿 小杨就忘记了刚才的恐怖经历 流露出贪玩的天性 小杨玩累了 靠在妈妈身边进入了梦乡 妈妈不时地回头慈爱地看着她 夜幕降临 该找地方过夜了 烟阳没有固定的处所 都是就地寻找隐蔽性好的地方休息 找到这样的山洞最好 找不到更好的地方 就在灰鱼树下将就一晚 更加安全的地方 当然是这样的悬崖上 下去秋来 我们与颜阳群相处了大半年 颜阳们似乎觉得这一群人不会有危险 也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 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近距离接触 小杨渐渐长大了 在妈妈的言传声叫下 开始自觉地练习复杂的跳跃动作 这些技巧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熟的 接下来的训练绝不会轻松 先做一下热身运动 舒展一下身体 学会在杂乱的岩石上奔跑 是小杨生存的最起码的技能 妈妈已经在前面的山上等着她 小杨抓紧时间补充能量 妈妈鼓励她开始第二个训练项目 盘登陡峭的岩石 是逃脱天敌追捕的防身技巧 遇到这样的鸿沟 飞越过去要稳稳地落在地上 小杨现在还不具备 快速通过这种复杂地形的能力 先由妈妈来示范 大山里地势复杂 要在这些乱石中间找出一条逃生的路线 需要丰富的经验 在我们看来 她似乎已经走到一条绝路上 前面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正当我们悄悄猜测的时候 她居然继续往上跳 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迹 想不到最后的落脚点 竟然是这样几乎垂直的哑灭 让人叹为观止 不过 难免也有失足的时候 但她在下坠的过程中 能迅速地调整 稳稳地落到地上 又是一个冬天 贺兰山昭力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极度地严寒 食物地匮乏 使得那些老弱病残的个体 遭到大自然的淘汰 而新一代艳阳 很快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保持艳阳种群的稳定 我们欣喜地看到 年轻的艳阳 在经过艰苦的训练后 逐渐具备了 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能力 它们在父辈的带领下 正在挑战出生以来的 第一个冬天 为了生存 为了雪山精灵 这个荣耀的称号 面对前方层层艰难险阻 它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义无反顾地 向前跳跃 小羊可以坦然地接受这样的失败 但是他不会退缩 因为他知道 前辈踏出的脚印 是他们要到达的目标 在我们与颜阳相处的一年中 最值得我们敬畏的 正是颜阳这种不畏艰险 超越极限的攀登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